才看到上海复兴医药集团11号发布公告 该公司所属复兴实业与台积电 鸿海及永银基金会 日前已签订MRNA新冠疫苗的销售协议 根据协议 复兴实业将向上述采购方共销售 共计为1000万剂该款疫苗 对此 河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这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这给深陷疫情之中苦盘疫苗的广大台湾同胞带去了 应该说这样的福音 我个人认为还是晚了一点 如果说大家都能从 特别是台湾方面 能够从台湾同胞的生命健康福祉考虑 我想这个事应该会早一天促成 马晓光强调 大陆愿意为台湾民众的抗疫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包括援助经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国药和科兴疫苗 对于上海复兴 愿意为台湾同胞提供疫苗也乐观其成 一段时间以来 岛内有各种各样的 不客气地说 谣言吧 讲什么大陆阻挠台湾取得疫苗 大陆阻挠台湾采购疫苗 说什么大陆 什么以伤逼症 我想统统把这些谣言不攻自破 马晓光指出 台湾民众在聚焦防疫的过程中 还有些人 有些势力搞这种操作不得人心 马晓光重申 台湾地区有些县市团体与企业 纷纷表达愿意向上海复兴恰购BNT疫苗 希望他们的愿望也能得到满足 都会留在一国 慢慢 поз啊 ?.. 北架